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0月25日 我兩天前跟大家說過 我說現在中國除了伊斯蘭世界之外 成為反猶最大的陣地 反猶太 不是的 西方也有很多人是反以色列的 反以色列和反猶是兩件事 現在西方走出來的人 大部分都是反對萊塔尼亞湖的政策 其實西方的媒體 都很大肆報導 巴勒斯坦人的慘況 因為媒體很多是左傾 在大學中 通識的課程大部分都是左傾 因為社會學界和哲學界 左傾思潮是很厲害的 自從70年代 Edwin Saai 或者John Rawls 提出了東方主義和正義論之後 整個大學的通識界都是左傾 所以中國的網民說 西方人被洗腦不知道巴勒斯坦人多慘 事實上完全不是這樣 在大學的課程很多都有教導關於東方主義 或者巴勒斯坦論述 基本上一說國際關係一定會提到東方主義 所以他們自己不知道 反而指令被洗腦 而在西方看半島電視台的新聞 是不需要翻牆的 而很多媒體 主流媒體 即使是英國的BBC 對於哈馬斯也是非常留意地 英國政府也是很不滿 他們自己給限制資訊 反而指責你限制資訊 所以這當然是提兆皆非 結果今天出了一宗大新聞 這個新聞就是德國駐華大使 嚴詞痛斥中國的小粉紅們 這個用詞非常強硬 他說親愛的網友 我們有必要再次強調評論區的規則 我們信奉言論自由和理性辯論的力量 因此我們允許一些負面的 批評性的 有爭議的評論出現在我們的鐵文 但不是一切是沒有限制的 有損人格的尊嚴的漫馬會被刪除 同樣我們不允許一些美化納稅主義的言論 以及使用納稅標誌的行為 順便說 現在中國很多網民稱呼以色列做納稅主義 他說隨便稱呼別人是納稅主義 只會暴露自己的愚蠢 事實上猶太人、以色列人和納稅主義是扯不上關係 德國很不幸地經歷過納稅主義肆虐的年代 我們深知意味著什麼 我們明確要指出 那些在頭像處心積累 我們明確要指出中國網民和納稅主義和納稅主義結合符號的人 而是非人道對待 坦白說我承認 這些壓迫和非人道對待存在 這是人道災難 但是所有歷史問題是不可以抽空結果 結果不看背景 結果就是他們的衣服有圍牆圍著他們 他們水電受限制 這個結果當然是悲慘 我們也同意是悲慘 我們如果生活在那裡逆地而處 我們都會覺得很無情 很無力 很無助 但是背景是什麼呢? 背景就是哈馬斯政權主張伊斯蘭抵抗運動 要消滅以色列 我上星期已經引用了哈馬斯的發言人 在半島電視台的訪問 他說要為了達到他們的理想 他們的理想不是純粹要巴勒斯坦建國 他們的理想要消滅以色列 要犧牲幾百萬人 都在所不惜 他們的主張是如此 如果你要對待哈馬斯 他們每天都要主張消滅你 你不用嚴厲的方法 可能又會產生另外一些問題 所以不人道的對待 我同意是有這個結果出現了 但是背景是什麼呢? 你不能夠抽空問題 當然不是合理化了 不人道的對待 但是不能夠抽空背景問題 而在哈馬斯出現以前 有些人說和平搞了很久了 不是的 事實上90年代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走向和平 跟以色列共存 其實是有曙光的 但問題是整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運動 背後的立場是什麼呢? 也是要消滅以色列 所以無論哈馬斯還是巴解 剛剛成立的時候 也是要消滅以色列 因為聯合國在1948年 181決議的時候 就已經主張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平分土地 甚至乎一個很重要的主張 就是將耶路撒冷國際化中立化 這是最好的做法 因為雙方都視耶路撒冷為聖城 猶太教視耶路撒冷為聖城 是他們猶太教的法源地 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 同樣他們可蘭京也視耶路撒冷為聖城 所以雙方如果也是脫離了耶路撒冷 把耶路撒冷國際化就最好 現在巴勒斯坦立國和以色列 都是耶路撒冷為自己的首都 所以沒得商量 在1948年的時候 阿拉伯人不接受 因為他們覺得我們人數更多 而我們住在這裡幾百年 在突厥人管治的時期 我們就住在這裡 為什麼要跟你這麼少數的民族 你猶太人佔很少人 你的土地佔很少 即使復國運動購買了大量土地 因為他們有錢 在突厥人的地主手上買了很多土地 但是也不夠巴勒斯坦人多 所以他們是由1948年不接受兩國 而主張是要徹底消滅以色列 而在巴解成立的時候 他們的組織綱領 你看看聯合國的憲章文件裡面 也看得清楚 為什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關係這麼緊張 就是他們本質是不能夠相容的 巴解1968年 有一個叫巴勒斯坦國民憲章 國民憲章裡面第一條都指出 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 是阿拉伯人家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已經沒了商量了 因為它排擠了所有非阿拉伯人 巴勒斯坦是一個地理名詞 它不是一個民族 不是一個國家 歷史上巴勒斯坦幾千年來都是一個地理名詞 裡面以前是以猶太人為主的 猶太人復國前 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為主 但是猶太人復國 數以百萬計的人反國 因為德國屠殺了幾百萬猶太人 其他的猶太人散落了世界各地 也回復國 所以他們又湧了很多人進來 產生了復國主義運動 但是他們巴勒斯坦主張 他們不屬於我們領土的人民 一定是要猶太人 改信了伊斯蘭教徒屬於 他又說得明白 所以第二條就是 巴勒斯坦是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的 他的邊界就要在英國託管時期 大陸的小粉紅的人 將歷史事實搞錯了 又說英國是殖民地 事實上英國在1919年的時候 受到聯合國的前身叫做國聯 就托管了這個土地 為什麼英國要托管英國當時是世界強國 而這個土地本身是奧圖曼帝國 奧圖曼的領土 他是侵略回來的領土 奧圖曼帝國就是突厥人 是土耳其人的帝國 他侵略了巴勒斯坦地 侵略了加南地 侵略了流奶流蜜之地 以色列人的故土 所以1919年至1948年就有英國人托管 但是英國在1948年的時候 他跟中國 中華民國一樣 他在聯合國投票上面 他就是投棄權票的 而大力主張以色列復國的誰呢? 就是美國和蘇聯 蘇聯尤其是主張以色列復國的 有些人說一切都是美帝 現在中國人最流行 有什麼都是美帝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美帝 事實上不是 社會主義老大哥 這件事一手推動 所以很多小粉紅的立場 像德國駐華大使所說 不是無知的蠢貨就是無恥的混蛋 當然我們不能傳怪小粉紅 因為他們的資訊長期被扭曲得出來的結果 而我們指證他就反指 你是被扭曲的才可笑 以色列人對付巴勒斯坦人是很嚴厲的 這是事實 但是問題是 巴勒斯坦自己由始至終不接受兩國存在 所以1948年的時候 由阿拉伯的其他國家跟以色列打了一場仗 而1948年他們打輸了仗 打輸了仗 以色列就因此擴大到變成70%多的領土 所以網上的人就說不公道 明明人少 但是為什麼領土更多? 這是打仗戰爭得出的結果 這是戰爭得出的 如果當日阿拉伯人接受了兩國 然後最多領土的邊界大家不同意 不同意可以再商討 但是一開始他們就不接受 一開始就要消滅以色列 而後來幾十年巴解都是用消滅以色列的方法 所以你說以色列人對付巴勒斯坦人很嚴厲 我同意 很不人道是同意 但是不能夠抽空歷史 這是一個互動出來的結果 到了2000年代以後 和平主義就被消滅了 因為兩國的領導人打算和談都被人暗殺了 到底現在哪些人暗殺他們 我們都搞不清楚了 以色列的拉賓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領袖 兩個都拿了諾貝爾和平獎 而分別被人暗殺了 暗殺了之後 哈馬斯就出現了 哈馬斯就要徹底消滅以色列 這就出現了一個重大的矛盾 所以背景是如此 但是很多人對無知 無知的原因是什麼呢? 剛才無知的地方是什麼呢? 第一 很容易扣別人帽子 說別人是納粹 說烏克蘭是納粹 對付俄羅斯人 又說以色列人是納粹 他們搞不清楚 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人是兩件事 你可以反以色列政府 反現在右傾的萊塞尼亞湖 但是你沒必要反猶太 但是中國人搞不清楚 他們把政黨和人民分不開 同樣道理 我們今天 去否定哈馬斯 也不需要完全否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因為不是每一個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都是恐怖分子 雖然 你說無論內塔尼亞湖還是哈馬斯 都是由他們選出來 但是選的 都是受到很多一時一地的環境限制 你不需要永久性去否定那件事 日本侵華 但是不需要完全覺得所有日本人是壞人 日本也有人反戰 現在以色列的猶太人裡面 有很多人都反內塔尼亞湖 這個大規模的反攻 所以中國的小粉紅網民 他們分不清這一點 這是第一 第二 他們將現在的事情 去否定以前的事情 為什麼呢? 我看到華春瑩走出來說 華春瑩說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接收了二萬個猶太人 當然網民說 跟你中共是沒關係的 這是國民政府做的 南京政府做的 是蔣介石政權做的 不僅如此 蔣介石時代還有一個重要的人物 叫孫科 孫科是孫中山的兒子 他曾經想出了一個絕世的做法 就是要大規模接收猶太人 不僅大規模接收猶太人 國民政府對德國猶太人 德籍猶太人的處理方法 因為當時大規模希特拉屠殺猶太人 所以孫科提出了不如在雲南設立一個領地 在西南地區 設立一個領地 然後讓猶太人居住 自治區 甚至乎有機會讓他們安身立命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當時孫科的主張 第一就是人道主義 因為德國大規模屠殺猶太人 第二就是討好英國人 因為英國 美國很多商人都是猶太人 如果你接收猶太人的話 他們的商人在中國有做生意 對中國的抗日戰爭也有支援 更重要就是讓中國 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提升 在抗戰時期獲得更多的資助 所以孫科這條橋也是很勁不償 德國開始屠殺猶太人的時候 中國大片江山也開始淪陷 這個大片江山淪陷 自己自顧不下 就沒辦法實現 但是結果 這幾天中國的網民就找回這件事 然後就說幸好 中國沒有接收 如果接收了就慘了 為什麼慘呢? 你看看猶太人那些養狼狗咬胸口 他們現在怎麼對巴勒斯坦人 接著一分鐘又分割中國的領土 趕走當地的中國人 所以這些文章 幾天在微博微信很多人都說 猶太人險舍在中國三地建立以色列 誰阻止了他們 所以用今天的事情 去否定以前的事情 就說不應該去解救猶太人 就說德國希特拉對扶猶太人 其實有道理 有些小粉紅人這麼說 這些是反人類的言論 現在的以色列反攻 是造成大量的人道災難 但是我們不可以因為這樣 而肯定哈馬斯當天在10月7日發動的恐怖襲擊 一件還一件 是不是? 現在有些人肯定哈馬斯 就說哈馬斯這麼做是情有可原 這樣說完全是反人類的 是恐怖主義分子的傾向 因為他們的反攻 他們的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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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做得不合理 你可以批評 但是你不可以因此合理化了恐怖運動 恐怖主義運動 就是集中攻擊人群 他以人群為目標 而反攻運動是兩件事 反攻運動 歷史上的戰爭反攻運動都會傷及平民 傷及平民是很悲悲的 但是做得合理的反攻 你就應該要給平民時間疏散 然後才大規模反攻 做得不好 你就去譴責他 你不可以因為他做得不好 他是傷及無辜 而肯定恐怖主義的合理性 而你就指責說猶太人是法西斯 是納粹 你就分不清楚政權和人民之間的分別 我們憎日本軍國主義政府 不需要討厭日本人 但是他們在長期洗腦教育 他們分不清楚這件事 分不清楚他們是視為一體 而更重要的就是用今天的標準 用今天的事情 去否定歷史 而肯定希特拉 其實到底誰才是納粹主義 誰才是佛西斯 以色列復國時期的領土佔有 的確比例是太過 這是事實 但是巴勒斯坦由始至終不接受跟他一起共存 你不跟人共存 你透過戰爭 輸了又不服氣 一直搞復國 一直搞消滅對方為根本的建國主義 所以你無法相容 既然無法相容 對方又會用更激進的方法去對付 所以你說這件事誰對誰不對不是這麼輕易去判斷 我覺得兩方面都不穿 而更重要的 我的結論我是認同1948年 就是要將耶路撒冷國際化 變成可能聯合國的管轄地 而更重要的是你解放巴勒斯坦 首先要解放他的宗教信仰 你讓猶太教也好 還是伊斯蘭教也好 都要世俗化 就可以自由地選擇他的信仰 他真正才能夠解放 當他們解放了他們兩國的人 其實基因很接近 基因接近他們就會通分 通分他們可以自由選擇信仰 他們就可以共存 一國兩制也可以 或者完全是一個國家也可以 甚至我覺得可以效法波斯尼亞模式 波斯尼亞一樣有這樣的問題 波斯尼亞跟克羅地亞相論 所以他又說克羅地亞語 但是波斯尼亞有很多斯拉夫人 他是接近東正教的信仰 東正教人比較多 因為斯拉夫民族很多都是親和的 東正教又跟俄國的關係很密切 拜占庭的東正教 所以他也有伊斯蘭教在裡面 結果現在波斯尼亞每一個民族輪遭八個月 八個月就克羅地亞族做完 然後就給波斯尼亞族 所謂的塞爾維亞族又做了 輪著去做 每個民族做八個月 大家可以互相談到 不需要戰爭 是不是? 因為以前已經經歷過塞爾維亞或克山的戰爭 藍斯拉夫的戰爭 現在這個出路挺好 但是這套東西能不能用在巴勒斯坦地的以色列 前提是要他們世俗化 但是有很多人不肯世俗化 而現在有些人的評論也很好笑 好像我說以色列 我就說 不可以合理化恐怖運動 恐怖主義 有些人說你白人主義 你支持以色列是白人主義 以色列是白人嗎? 他們真的很多人就像德國領事館一樣說 就是無知的蠢貨 以色列當然不是白人 以色列自古以來 就是阿伯拉罕的子孫 在聖經中的記載 他們是中東人 耶穌不是白人 耶穌也是中東人 甚至乎有些電影拍耶穌是黑人 他應該是咬黑色的皮膚 因為耶穌時代出土的人 耶穌的屍體當然無法挖 但是他們住附近有些人出土 都是咬黑色 不是深黑色的黑人 咬黑色的皮膚 只不過後來 天主教 羅馬教廷 羅馬天主教 就是白人為主 他們畫家畫出來的耶穌就變成白人 以猶太人到今天 為什麼會有些人看上去明星好像看到白人 就因為他們在復國運動前 住了在歐洲 過了千年 就跟歐洲人混種 刪了出來 所以他們有白人 但是現在的以色列 黑人的比例也很多 中色皮膚的人應該是最多 他們是猶太人 正統的猶太人應該咬黑色皮膚 耶穌也是咬黑色皮膚的機會極大 所以 這些人說你親以色列就是白人主義 這是無知 全部都是美國 事實上 蘇聯和美國在1948年大力主張以色列復國 反而英國投了棄權票 英國和中國投了棄權票 所以如果美帝要負責 共產主義共產黨應該也要負上同等的責任 所以不是無知的蠢貨就是無恥的混蛋 當然不是全部中國網民是如此 有些網友也提點我 你看B站、微博等等 留言很不公道 因為那些反恐怖主義那些 被人刪貼刪掉 所以剩下的那些 好像全部都是法西斯和納粹主義 講人道主義、人民精神被人刪掉 我也是同意的 但是由於他刪掉我真的無法得知 大陸人現在是怎麼看的 但是無論如何 12月我有一個活動 因為12月我會去台灣某大學工作 工作期間我有幾天有空 我參加了一個旅行團 梁子山和我一起都會參加旅行團 你們可以一起做團友 四天的旅行團 不包機票 為什麼? 因為現在有些人報名了 有些人是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澳門 你就自己買一張機票 在12月15日至18日 四天你就自己買機票 你就可以現在報名 你可以有很多選擇 住不住酒店 吃不吃飯 浸不浸溫 可以全部做選擇 我會去當地跟大家講一些考證過的歷史 破除了小粉紅色、洗腦色的歷史 可以跟大家一起走博物館 講一下歷史文化 好嗎? 有興趣的可以在下面看一看 收費頻道Patreon有我今天講話的文字版 因為聽資料很難消化 但是看相對容易一些 好嗎?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